Hello,大家好,我们是一辈子夫妻 我是一辈子夫妻的贝盈 我是一辈子夫妻的维纳斯 今天很开心接受K老师的邀约 上他的专访节目,我们待会见 好,那我们开始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一辈子夫妻 来到我的Swingr专访节目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贝盈 大家好,我是维纳斯 我们是一辈子的夫妻 OK,这个名字非常的有寓意 寓意着非常恩爱的意思,对不对 OK,因为这是我做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专题 是关于我们来探讨一下Swingr 就是夫妻圈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 两位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了夫妻圈 这一个圈子,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正式进入这个圈子 其实时间不长,大概一年多左右 但是因为之前我们各自是单男单女的身份 在这个圈子就比较久一点 明白,所以相当于说 在你们以夫妻身份进入这个圈子之前 你们就是已经在这个夫妻圈里边被很多人所认识了 应该说,对不对 是 OK,那当时是谁先提出来的 要两夫妻一起去玩的 其实应该我觉得这是默契 因为共事 对,因为我们毕竟在交往前 交往然后到结婚后 我们一直都是活跃在这个圈子里面 那就想说虽然结婚了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应该我们也已经适应这个圈子内的环境 那也不想因为婚后有任何的这种改变 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就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这样 那你觉得婚后以夫妻的角度这样进入这个圈子 跟之前以单男单女的身份进去玩的感觉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先讲我单男的身份的差异好了 因为夫妻联谊圈里面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单男 因为毕竟男性比较需求比较大 那夫妻联谊主要的部分也是希望就是老婆在这个性方面得到满足比较多 所以单男的需求量会比较大 那在我单男的时候会比较多就是邀约 然后但是相对的被挑 等于是站在这个被挑选的角色 对 但是从夫妻我们结婚之后变成夫妻之后 就这个角色就互换过来 变成我是在挑选单男的角色 对对对对对 你是法官的那个人 你要听你老婆挑选 你觉得合适的单男对不对 你还要估计他能不能让你老婆开心 或者他会不会喜欢这种 跟你以前被挑选的单男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尤其是因为我就是担任单男蛮长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一开始 我们两个一开始对单男的这个挑选是有分歧的 因为我会担任单男 所以我当然相对的标准会严格一点 更高一点 明白 对对对 但是我太太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只是要满足那一部分的需求 所以他就被那一部分的条件的限制就会比较低 对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会我会希望就是啊当然是我们自己本身条件是蛮不错的嘛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对我当时就是啊被被人在这样挑选 我当然也希望是我今天换我有机会挑选人这样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啊当用我当时的标准来选人这样子 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想法 因为对对你来讲嘛就是我一直是被挑选那个人 现在终于有机会我来挑选别人了 但对太太来讲 嗯我们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 就是因为很多夫妻圈的女士 她们可能相对的虽然感觉是很重要的 但很多还是比较看外在的 就是这个单男如果长得很帅肯定会有加分了 但对先生来讲可能你更需要看到他会不会调节气氛啊 他本身本钱怎么样啊 战斗力行不行之类的 你会看的要求更高一点对不对 是这么理解吧 呃刚好跟老师讲的有点相反 我对我对外在比较要求 但是我太太对战斗力比较要求 刚好相反 啊 明白了 那就可以理解 因为你们毕竟不是说刚刚进这个圈子的夫妻 所以你们已经在这个里边有一段时间的经验了 你们知道什么才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 啊对因为主要呃 如果以我来说的话 我会喜欢看外表是因为啊 以我们办举办活动来说啊主角当然女主角是我太太吗 那我就会以一个啊观众的心态在看 所以我当然希望这个画面是美的 没错 所以我对这个外形会比较要求 但是太太她当然是相满足她的生理需求 所以她当然对战斗力 对对对 那现在你们以夫妻身份进来之后 你们还会在单独以单男单局身份去参加其他人单独的活动吗 啊我们本身是不会但是我们啊夫妻里面是有的 夫妻圈里面还是有有 这样子的对对但是我们我们啊本身我们两个是没有的对 因为我们就想说要要玩就一起去玩 对对对要玩一起玩没错 OK那作为你来讲嗯因为我们知道swinger其实对男同胞来讲分成大概两种嘛 第一种是以主要欣赏为主的就是她更愿意在旁边欣赏自己太太跟其他人发生过一种美的感觉 另外一种是愿意自己亲自在更偏向于自己亲自下场的就是纯享受多人运动这种感觉的 那你觉得你是偏哪一种呢 啊其实我是boss两种都有 对因为因为啊应该这么多就是有时候其实啊举办活动啊没有像一般人想象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有很多杂事要注意那没错没错 在过程中我也要百分之百的确保我太太在这个过程中的安全 没错还有她的这个呃享受的过程有没有不舒服不开心的感觉 所以其实啊如果在呃条件都很不错的状况下我是很愿意当欣赏的那个人 对那那如果说啊有可能就是男士们的战斗力不足的话我才会到下场 对对对对我理解了你是属于要临时随时需要救场的那一位需要你救场你马上可以进入战斗对不对 啊对是这个这个状态我理解我我我我自己搞活动的时候就因为我是属于组织 就是然后我平时最大的任务就是我要看着每个人的手机因为保证所有人不会被偷拍嘛对不对 手机都放在我这儿看着然后包括呃需要遞毛巾啊需要给润滑油不够用啊怎么样的 所以我知道啊对对对对其实是很累的真的是很累的那我太太她的感觉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欣赏他在跟别人玩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很好看 你们是属于互相都愿意欣赏对方跟别人玩的这种状态对不对 对OK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因为你们刚刚说过你们在做夫妻之前你们单独就在这个圈子里的 那其实对呃我来问太太吧其实对太太来讲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比如说婚后你们虽然现在还是保持这个状态 会不会给自己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再这样玩五年或者再玩十年我们我们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圈子过平常的生活你们会有这种一个简单的计划吗会有 我们都有计划就是嗯十年已经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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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the most 差不多即限最多是在十年预计啦那但是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啊 呃因为呃这个圈子其实满呃呃讲讲实在话就是会有一些呃呃 partic扣一点的就是现实呃呃呃呃呃 кому 讲难听啊 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了 我们战斗力本身自己也下降了嘛 那女生可能跟年纪的关系 他一定是比较减少心意的这个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夫妻 也比较不容易 就是找到单男了 或者是说要有 有愿意跟我们年龄相仿的人 这个相对也会比较低 对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就是趁还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继续 我们还有这个心态 还有这个体力 我们就先继续在这个圈子 但maybe就是有可能有一天 有baby了 我们有要顾小孩了 有可能也就是那个时候 随时就是stop 也不一定 我理解 现在是有心有力状态 所以趁现在尽可能大家开心的玩 但在哪天 如果你当你觉得有心无力了 或者其实心欲望上也没有那么足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考虑就是离开这个圈子 对不对 算是半离开了 因为我觉得进入这个圈子之后 因为也不是说一切都是这么的肉欲 就是我们其实在圈子里面交到蛮多知心的好友 朋友 那他也会实际变成是现实的好朋友 所以到后面我们不一定都是以这个肉欲的局活动为主 有可能我们就会比较清醒一点 就是会比较像有这样子在交往 在联邻这样子的方式继续走下去也是有可能的 完全理解 就平时大家约出来喝喝茶 喝喝咖啡聊天 观光街都可以 对不对 对 然后真的有感觉 他们也不嫌弃我们年纪大 那个时候了 就是要像进去要继续玩 然后我们也有心也有力是OK的 对 那我明白 OK 那我们现在单独来问 就是从先生这边来讲 因为作为男同胞我们都知道 其实多人运动压力更大的肯定是在男的这一方 一方面我们讲的战斗力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平衡的这种的 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心理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第一次多人活动的时候 你有没有会觉得那种很毕丢的状态 因为旁边有个男的 然后他碰到我了 这种感觉就是让自己很粗细 就是我们说一个直接例子的时候 我朋友就讲过一句话 一开始状态非常好 然后旁边那个男的腿毛碰到他腿了 然后他就瞬间软掉了 你会有这种状态吗 第一次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 因为我应该说就是在台湾的在台湾的环境 因为我们从前当兵的时候 就是大家很深度当过当过兵 所以当兵就是已经是在这种大环境 男人一堆裸体的状态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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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看到男人裸体 这一个方面是并不会有太多的心理障碍 对然后我觉得有比较心理障碍的 有一些人是有 但是就是在台湾是大部分是OK的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当然 应该这部分的问题是比可能相对于其他国家 是少一点的 这样看当兵还是有好处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对这现场战斗力的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部分是难免吗 男人多少都会比较 他觉得他怎么一脱下来 结果对方的武器比你长出这么多 我会觉得一开始自卑的那个感觉 会但是一次两次我觉得要看就是 现场活动主持人的这个控场的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是女主角蛮会称赞对方的话 其实男性是喜欢被称赞 他其实自信心很快就恢复 那有有的主办人也会觉得 他可能会刻意去间隔某一些时间 让每一些人轮流去不要在一起的时间太多 所以那他也比较OK的状态 对所以我个人还蛮考验主办人的控场能力 对不对 对真的真的非常 所以我第一次参加的话 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现场的确 我在当单男的时候 包含我现在在当主办人的时候 是真的常常有遇到就是很多男生在现场 就是他明明我们在一开始聊天 跟玩游戏唱歌互动的时候都是OK的 但是到真的真枪实战要上场的时候 他反而就应不了 但是这个时候 对这个时候我大概懂 我就会先把他拉开来 然后带他出去 就是陪他聊聊天 然后鼓励他 也就是讲讲我自己过往的经验 那再请他陪着我一起欣赏先欣赏的角度 所以我们说OB的立场来去看 对对对 他的表演 可能他调试一下很快就上去了 那没有也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是也是会陪着他聊天 我太太也会主动在跟他做一些互动的动作这样子 明白明白 那作为太太来讲 你当时第一次参加这种多人活动的时候 到现场有超过一个两个三个男的的时候 你会你是紧张多于兴奋还是兴奋多于紧张 我从来没有紧张过 好吧 好吧 就全是兴奋对不对 对啊 对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我也觉得超兴奋的 我完全不会觉得紧张 我觉得很好玩 那会有那种 就是很 就比如说我知道明天会去一个多人活动 然后提前一天那种非常兴奋 非常激动 非常向往 期待着睡不着觉的感觉 会有这种吗 不会 但是我就是会 精精的把自己弄干净啊 像那个 有毛的地方就修修修 我会让自己在很好看的状态 对 这个真的这一点 这一点我带来是真的比较用心在准备 还有我们就是 几乎每次办活动的前一晚 我们自己都要先做案 我理解 这个我理解 我可以讲一个 我认识的全自己的朋友的故事 他们夫妻俩第一次在参加我party的时候 他们迟到两个小时 其实不是他们想迟到 他们就在门口 在我们那个house门口车里坐了两个小时 然后他说 我们一直在车里看一天 调整自己情绪 他怕自己太紧张 因为两个人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然后后来他进来之后跟我说 他说其实我从昨晚就提前来到这里 旁边住了个酒店 我们从昨晚坐到了今天中午 我就是为了让我太太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是这个用力过渡的结果就是后来他们真正加入战局之后 我这位闲闲真的没有体力就运不起来了 对他战斗过渡从昨晚一直战斗到中间中午 然后后来太太确实是非常勇猛 看得出来他状态调整得很好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说的 提前一天晚上先培养状态这个感觉 我可以理解 而且我个人也会觉得说 就是当热身 我们前一天自己也先热身一下 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 有一些我就觉得我们还有机会 因为我们本身有在经营 所以也会顺便想一下 也许明天有哪一些的角度或者是知识 我们可以拍起来有一个剧本走 我们也可以先演练一下 这样子还蛮不错的 理解 那既然我们说到做自媒体这块东西 其实你们觉得当你拿着手机 或者拿着摄影机在拍的时候的感觉 跟你平时没有摄影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是太太会不会有那种所谓的偶像包袱 摄影机对着我的表情不能太猙獰 我不能叫得太响或者怎么样 会有这种感觉吗 因为在做的当下的时候就没有去想的太多 然后而且表情的部分我也没有在担心 因为我们都有马 对 我们打马的表情 而且他每次就是在当下 他其实是很凝旧的 很投入的 所以其实已经不见了那个摄影机在哪边 那对于先生来讲 你现在会不会有一种就是我们成为职业病一样的 因为经常要拍摄 你现在看别人的片子 你已经不是在欣赏片子 而是觉得他这个姿势挺好的 他这个机会放得很好 他这个灯光悬得很好 你现在会有这种条件反射了吗开始 有 而且我会常常跟太太分享 就是我看到哪一个姿势 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拍看看 对试试看 没有错 OK 那你们目前尝试过的人数最多的一幅party 大家多少人 人数 其实要看当场有几对夫妻 如果说是我们 我们就我们自己的话 大概就是六位左右 只有我们的 只有我们一对半的活动 大概最多就是六个人左右 六个人就是您太太加五个男的吗 对对对差不多 然后如果有其他对夫妻也是要看对方的战斗力 对那有我们最多一次应该是两对夫妻是十个 十个人 十个单男 两个女生十个单男 那对太太来讲 你觉得几个人是你的 你觉得你最能符合你要求的人数配置 我有试过 一对十二 对十二 一个对十二 对啊 我的主办 以前单单女的时候 我的主办人就帮我安排 然后我没有想到 进来那么多人 都有玩到这样 会觉得人太多有点应付不过来的感觉吗 不会 这真的是要看个人战斗力 对 我觉得会有 因为我今天采访的时候 他们就说会有应付不过来的感觉 就是怎么这么多根 怎么这么多根 这根顾不来了 就会有这种状态出现 但是他们就会有一个默契的 就是床上顶多 就是可能三四个人 然后结束了之后 他们就会 随时在周遭保持三四人这样子轮流 其他人都在standby状态 对不对 随时可以进入战局 对不对 陪我一起OB了 这样子 对对对 我理解 那你们在目前这么多的活动中 有没有哪一次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你觉得是最不一样 最特别 让你觉得最兴奋的一次 最兴奋了 是我们的 我们的吗 还是我们的 对你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你对兴奋的一次 我觉得多人举倒是还好 因为我们两个平常 我们两个一开始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蛮喜欢 多人的气氛在外 但是如果是夫妻交换的话 比较特殊的是我 我生平第一次 就是因为交换夫妻跟那个 就是非常M属性的老婆一起做 这个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连我太太也有点被shock到 这样子 因为他就是 我们平常没有这个属性 我们两个没有任何BDS 都没有 对 但是对方太太就是在 你知道就是非常在兴奋的时候 我们在过程中 他越来越兴奋的时候 就会开始要求我们 可能闪他巴掌 我理解 我理解 捏他的那个niple 对 然后就是掐他脖子 就是做一些非常 我们一开始都会觉得 这不是伤害对方的这种事情 这个 我理解 对 其实他们有说过 就是每个人身体里边 都是藏着一个Dome在里边的 只是有没有碰到 合适的SARP 把你这个Dome的属性给激发出来 是这样 当他需要你打 比如说伤耳光 或者什么的 你也会去做 你也知道该怎么去做 所以说 而且并且做的观众 你也会觉得像你现在说 你也会觉得很兴奋 你会觉得很刺激 应该是说 当下我还是会怕怕的 因为我怕真的是伤害到对方 因为我们 不是他固定的伴侣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力量 要控制的大小 所以让我们真正 shock到的是 对方的老公 觉得我下手太轻 他过来示范给我看的时候 我们是很吓到 原来这个力量是这么的大 我们真的不是有这种属性的人 真的是非常会很惊吓的 对 没错 他们都说M的实际的 不能叫挨揍能力 实际的抗击打能力是非常强的 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真的是 而且我真的亲眼见证 原来这样子的 就是M属性的人 真的是被这样子 我们说鞭打好了 或者是这种受虐的倾向的时候 他是真的一下子就性高潮了 因为他马上就潮吹 这个真的是很夸张的事情 我们当时 说明他是彻头彻尾 真真正正的M 对不对 对 没错 对太太来说 有没有哪些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场景 或者是哪怕是某个人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很难忘的那种 难忘的 就遇到一些比较不错的单男 我就觉得很印象很深刻 然后但是我们当下也没有是交换联系 就觉得念念不忘这样 哦明白了 他现在印象比较深 他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有遇到猛男 把他倒立过来 就是会这样比较做一些特殊知识的 他会有一些印象 理解 那有常识过跟外国人吗 不管白人还是黑人 我本身没有 我太太有 你会不会觉得 所谓的一寸长一寸强 就大家都很男同胞都很在意的这个话题 真的越大越爽吗 是这个道理吗 我觉得大我还可以 但是不要太长 太长就顶到的话会很痛 哦我理解 对对男同胞都很在意这个话题 你先生刚刚也说的 不自觉自己会去攀比这个东西 哇他这个明显比我大好多 哇他比我出好多 就会就会有这种比较的心理在里面 所以基本上每个人认识我都说 黑人真的这么大吗 或者他们真的这么强吗 然后说是真的这么大 也真的这么强 至于爽不爽你问我没有用 我不是女的 你只能去问女的才知道 对不对 是蛮大的 OK 那其实对于Swinga圈的领来说 大家都会觉得 在进个圈之后 大家夫妻的感情 我觉得95%以上人会跟我说 夫妻感情比以前更好的 因为他们说 你一旦决定进入这个圈 一定是双方经过一个很深刻的沟通和交流 才会同意走这一步 那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 从你们这个网民就看得出来吗 对不对 一辈子 你们应该也是多人活动 完全没有影响你们 甚至说 把你们的感情再加温 升温的这个作用 对不对 会有 因为 好像也没有太深入的说 去商量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觉得这就是 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生活的部分 对 就是他 我们会觉得说 有可能是 应该是说 如果没有他 我们有另外的生活模式 但是我们已经都习惯了这个 所以也没有特别影响 但是 呼吸的感情来说 应该是说 我们是在建立在我们 对对方的绝对信任 明白 明白 其实你们是相对比较特殊的 因为你们之前就已经各自一个的身份 在这个圈内了 其实很多人会经常说 我觉得说服我老公 或者说服我老婆很难 很累 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你们刚刚说的你们是很默契的 但是你们还会不会觉得 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那些 很想入圈 但是还是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的这种夫妻 就比如说一个老公 想说服他老婆来同意这件事 你觉得怎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 有 因为这个问题 其实在我们开局里面就常常遇到 就是我们认识很多对夫妻 包含现场的丹兰 都会常常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 让另一半进来 那通常 通常大部分都是老公 都是老公想要睡 老婆 那我 如果是夫妻的话 我都会建议他 就是直接到我们现场来 OB 直接来看 那我现场有一些 过程互动 我也可以直接算示范给你看 对 然后 其实我觉得要以太太的 照顾太太的心态比较重要 那所以我会建议他就是多认识圈子里面的夫妻 然后透过对方夫妻的老婆 做这个 去跟对方的老婆讲 会比女 还有就是 也讲一百句都有用 因为女人最了解女人 而且女人对女人的防备心态会比较低 对 那以他们本身 没有那么的戒备的感觉 对不对 会信得过 对 对 他们本身又 如果又是非常 喜欢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氛围的人 那一定都是讲好的比较多 那慢慢的就可能会让女生有一些 那我好像也可以试试看 这种心态 对 他就比较容易有机会进去 但是一开始我也是建议他说 可能先参加其他夫妻的举为主 那久了之后你可能慢慢的 从这些夫妻 也偶尔可能是对方的老公是你的菜 或者是说 对对对 他们夫妻的举里面有一些 当然是真的是很帅 是你的天菜这种 那你可以试试看 从他们这样单独跟他互动来 开始慢慢进入 我觉得这样配比较容易一点 再加上 原本就有在进行这个活动的太太 又在旁边 算三风点火吧 在上面再加一把 他就可能就很容易就进去了 对比你老公在那边 睡了 讲了一大堆 威胁利诱 各种手段都要有用 对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 如果是夫妻的话 是这个部分 那单男的话 我觉得 就我个人来讲 如果说 就是纯粹你一个男生 想要单纯进到这个圈子 然后 就是 带着老婆 或者是说 女朋友 就在里面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就觉得这个难度是相对比较高 对对对 难度相对高 就是 就我自己来说 其实我也尝试过 就是带以前的女朋友 就是进到圈子里面 其实很常 容易就讲一句话 就是他都会说 你是变态 对他们一听到的 一听到的第一句话 反应就是你是变态 对就是会 是这样说的 是 觉得大部分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是真的是比较难的 但是如果你先以 夫妻的角色 或情侣的角色 多去跟这个圈子的 夫妻先见面 聊天 联谊 吃饭 先不要这么急着 先要进入这个圈子 先从外围开始慢慢的 循序见性 然后再跟这个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因为很多新手的夫妻 都会来找我们 就是想问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也蛮有默契的 就是我知道 什么时候该我出手 什么时候该我老婆出手 慢慢的就会进入这个状态 尤其有的是 他们夫妻是 他们有在联谊 但是他先生希望 他老婆可以接受多人举 而不是简单 他们目前会接受 会交换 对 但是他们不能接受 太太不能接受多人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很常有 也是用差不多同样的方法 这样子让他们 就快进来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 对于那些新手来说很有用 尤其是说让太太出面来 跟对方的太太来聊 这个其实我觉得 确实很有道理 真的比老公花破口舌 要好用得多 对不对 太太的心态 一定都是觉得 一定都是你要玩 所以才要睡 对对对 那作为太太这边 你自己有印象 你成功说服过多少对吗 成功的 就有一堆新手 他完全是没有玩过 连交换都没有 对对 然后有一次 他就跟我说 他的老公想要找单女 就是玩女女男 那要玩了女男之后呢 他才会尝试再多人 这样子 那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你要找女女男 有一点难度 因为在这个圈子的单女 是非常难找的 对对对 那不然这样子吧 那我就当当你那个 另外一个女生 然后我就陪他们玩 那陪他们玩了之后 他也是一开始男生蛮紧张的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进入状态 然后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跟我老公一起 一起下场 一起下场 这样子 然后再来又又更 越来越多人加入 这样子 一次解锁 没错 你知道我们 我们圈内有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说 所有新手夫妻 跑到我们party 这种来说 我们今天只是来看看 很多开口 先是讲这一句话的 但凡讲这句话的 最后下场玩到比别人都害 就是无一例外 就是没有一定 新手夫妻跑过来说 我们今天只是来看看 然后说他真的看看 没有 因为那个氛围 到了那个点之后 人之常行 他只要是个正常人 他一定会 也会受到影响 受到波及的这个情绪 就上来了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 像你刚刚讲的 找靠谱到 单男的难度 越大于找夫妻的难度 就是找一对夫妻来交换 或者说哪怕再出级一点 同房不换 这个难度其实不大 但是你真的要找一个 很靠谱的单男 各方面都很优质的 其实在这个圈里 还是蛮难的 我相信台湾应该也是一样 对没错 就是因为台湾的毕竟 就是应该是说 很多夫妻的要求条件 都不一样 就是有的人喜欢武器大的 有的人喜欢帅的 有的人喜欢身高很高的 这个都是看 那在台湾应该我们 其实更注重的 应该是在于 就是卫生条件 对没错 还有就是我们台湾都 台湾人比较喜欢气氛 所以我们都会调这种 就是比较会带气氛的 或者比较主动的这一种 当然会比较加分一点 对 那以你现在的经验来说 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两种人 一种是就是老公死 我劝老婆 老婆都不愿意同一入圈 然后可能最后一起进去玩了 但是另外一种 我遇到过很多 就是他老婆说 我可以接受单男一起来 我可以接受两个男的 甚至三个男 但是我不能接受 看到我老公跟其他女人亲嘴 你知道我也是有好几队这种的 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们觉得 其实这种是不是很难去开导他 会比缺服他们俩进来难得多 其实应该要这么说 就是一开始他会设这些条件 我都只能说 他们没有遇到对的人 或者是没有遇到他的菜 就像 对 但是有一些是夫妻之间共同的默契 就是说 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是 专门为我保留的 那这些动作 这些部位 不让人家痛的 这个是每一对夫妻 他们自己可能有一些限制的部分 这个我就不一定说跟每一对都一样 但是我如果说有一些 一开始就会想我们不能怎样 我们不能怎样 其实我讲真的如果真的是遇到他的菜 他都直接扑上去都不用你讲这些的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对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只是因为可能要遇到对方的菜是不容易 对那一旦遇到了就真的是控制不住的 你说男性真的对面来个彭于晏把衣服脱了 每个女的不扑上去对不对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太难了 尤其男生就更不可能了 那女生的话真的是 呃 讲真的说遇到那种身材又好啊 然后长得又帅啊 然后又会逗你开心这种 拔不得赶快出上去啊 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在哪里都忘记 对 OK 那下一个问题是 其实我经常会问那些夫妻 就是你们来参加多人活动了 你们都玩得很开心 你们觉得夫妻感情很好 但是会不会影响夫妻双方之间 本身的两人的性生活的这个频率 或者说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人真的说 哎我现在除了多人活动 其他我都没什么兴趣 真的会有人这样说 那你们会觉得 现在你们夫妻双方平时日常的性生活中 会有一些比如说明显频率减少了 或者说明显感觉激情好像不如在多人活动之后 那么足会有这种感觉吗 呃其实我觉得以我们 因为其他夫妻我不敢讲 但是我们两个的话 其实我们的应该是说 呃女生有性欲期 呃就有的人可能是月经前 有的人可是经期后 他会女生一定会有那么几天 是性欲特别高涨的时候 那其实不是只有女生男生也有 呃对对你大概也懂 男生其实也有性欲 是你不凭其妙就应认 然后莫名其妙就一点点听到 一点点刺激 你就很想赶快做 就是还是有 那我们 呃其实应该是这么说 如果说像我太太她在幸运 因为我们呃在一起也久了 就是大概都懂她什么时候会准备 所以要有幸运性欲 明白 就是说就呃就算我战斗力再怎么惊人我也没办法应付 对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举办这个多人举的时间 哦我理解我理解 对那这个时间段卡的很好其实是你很因为默契嘛 你很清楚你太太的那个点是可能会进入一种你一个人无法解决战斗的这个情况了 你就给他安排这种活动来去让他的完全得到抒发自己的信誉对不对 哦对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那个动不动就会跟你说啊老婆 对就是就是会很尤其我们男生如果说又要工作嘛平常又要工作 对啊所以就是你不会说是百分之百每天精神都是体力保持这么好 所以如果遇到那个时期我们大概就知道啊那就是我们要开始办活动 那办活动之后呢其实有啊也不能说办活动老婆就解决常常我们都还是要另外加班自己在处理 对但是对但是的确就是这样子的时期过了之后就就啊我们就是还是保持正常的频率就是想做有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我们两我们两个比较特殊啦 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随时想做就做我们常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气氛到了我们就可能就 有时候开车在车上啊有时候可能看个夜景啊觉得不错啊有时候我是看看我太太在试穿新衣服我觉得很辣哦 我就我们就会就会过去说我们比较平常就比较不一定对但是特别女生那个幸运期的时间我们就会特别敲那个时段去办活动这样子 明白就是类似于说你们其实已经做到了所谓的anytime anywhere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这个feel来了你们都会大战一番的感觉对不对 那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因为多人运动已经是绝大部分的普通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体验不到的或者说几乎是没机会体验到的也算是他们能想象中或者意义到的一个比较高境界的一种一种性感方式了 那对于你们现在来讲还有没有什么哪种方式或者活动是你还没有尝试但是你就特别想尝试只是觉得时机还不到的这种会有这种活动吗 我太太的部分因为目前她屁股的部分 刚教的部分只有我个人专用但是就算是这样子我们心中还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也想把它拍下来就是是不是她全身的就是 呃屁股啊前面啊干嘴巴就是有动力通通填满这这种画面 那个画面很好看对不对 嗯啊对对对我们她目前想尝试这个那我想尝试的应该是啊我觉得我太太的身体很美 我很想他被制约 就是被捆绑 那个负责一手 绑起来掉起来 尤其今天端午节 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因为刚好绑起来 今天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我想让他就是尝试 有一点被制约绑起来 然后让大家 有一个画面就是让大家可以 他不能动 他被绑着 我理解 然后让大家可以尽情使用 对不对 这种这种 我是目前我蛮想去体验 去看看的 我觉得这两个 你们互相这个想法 应该都不难实现吧 可能太太那个相对难一点 因为如果她内清新处 把她的菊花 就是专门留给你专用的话 可能暂时不会迈出这一步 但是你这个 找一个 它的比较简单 它的比较简单 因为菊花的部分 一定是我担当了 然后其他的部分就给你们 但是我觉得反而是我的部分比较难 因为在台湾要早会绑的不多了 要专门去学 然后还有那个环境 那个场地要可以掉起来 这个真的是比较早一点 对对对对 而且还要考虑我太太的耐受力 有没有办法承受就是这个时间 怕她会受伤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我太太的可能比较快实现 其实可以从低配开始吗 你就先弄一个那种什么副科艺 那种就脚绑在上面不能动的感觉 手脚靠在上面不能动 其实也一样了 这个我们有玩过 这个我们有玩过 因为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副神艺术啊 就是我们原本也没有尝试过 是刚好有一次跟夫妻电影的时候 对方的老公有研究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试 那我觉得绑起来真的 哎很蛮好看的 让他的身体反而是呈现另外一种 对对对对 我觉得绑起来蛮美的 就是真的是绑起来是好看的 所以我才开始有这个想法 明白了 这个可以去学一学 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可以真的去学一下 比如先生去学一下 然后以后正好太太可以让人练习事业 等OK的时候 等你技术成的时候 你这个你想象这个画面 就可以马上实现了 对不对 对对对 要再花时间找一下练习 OK了 反正基本上我想问的问题都问过了 我觉得聊很开心 我觉得你们 尤其是先生这边 置物不严 言物不尽 这点真挺好 不是那种很害羞的类型 就是好像不好意思说之类的 真的聊 谢谢老师的邀约了 让我们讲 那我可能要补充的一部分 就是刚才老师 我刚才想到就是 老师刚才有讲到说 比如说夫妻的感情 或者是要 增进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是要看到我们 也这个圈子待久了 其实也看到很多 我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本来是联谊的很OK的 后来也是因为联谊 吵架分开的 也有 还不算少数 那也有因为就是本来感情不好 然后因为联谊感情变好的也有 变好的 因为像我们本身 那是很多NTR属性的夫妻 对 就是老公是非 他就是非常就是喜欢享受NTR的感觉 就是要看老婆被交完的那种 那种心态 对 那像我们没有NTR 但是我们是纯粹喜欢多人 明白 这是不一样 那有的 那有的夫妻 他不能像我刚才说 他们是不能接受多人的 但是他们非常喜欢就是交朋友 然后联谊交换的 对 这个其实 我们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 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设定的目标 但是我都觉得至少说对于夫妻的这个 基础还是在我刚才前面要讲的 就是一定要对彼此非常的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这种信任 对 信任和坦诚是基础吗 对不对 双方对 双方信任 绝对深度的交流跟沟通 确认愿意走这一步之后 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得到的是 很正面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是没错 OK了 反正我要问的问题就全这些 我觉得聊得很尽兴 就是再聊下去 我觉得可能尺度会聊越大了 再聊下去 有机会再看老师要 看一个黄标的节目 我们再来聊 没问题 以后就专门开在会员频道 就黄标就黄标吧 反正该聊什么就聊什么都可以 可以 谢谢老师邀言 谢谢老师 感谢感谢 这样我觉得快乐